字幕志明 根據資料顯示魔術組 這是結他,是樂器一種 馬叔叔, 你為何抱著結他 原因是我今天很有雅興 我很想彈結他 彈結他?我不覺得你在這裡彈 我只看見你扭著扭著 也不知道在扭著什麼 原因是這個結他太久沒用過了 像你唱歌一樣, 走光了 要教好之後才可以用 你還是不要騷擾我 做法音樂考試 老師要我們製造不同的聲效出來 誰知道, 還要將他們組合在一起 去表達一個故事 也不知道怎樣做 不如試試刻記不同的物件 來發出不同的聲音吧 如果是這樣, 用樂器就行了 一種樂器已經可以走出不同的聲音 還可以好好聽 我認為應該用樂器再配合不同的聲音 就可以多元化一點 我也是這樣說的 再不是, 自製樂器也可以 自製樂器? 怎麼做? 就是, 我們連樂器 你怎麼會發出的聲音也不知道 不知道, 沒所謂 我們可以問問他, 你們看 小朋友, 又是我Master Do 快點把我的問題寫在MGA筆記檔 我立即用你們來解答問題 讓我寫下這條問題 讓我來解答問題 搞定了, A.R.R.B. 讓我彈一首歌給你聽聽 好 你幹嘛在這裡叫, A.R.R.B. 我不是叫, 在這裡唱歌 我已經配合你的結他聲音 你分明就在這裡叫, 你也不唱歌 你聽我唱就行了, 聽好了 Go Go Master Do 我有聲音 MGA筆記檔拍到問題 為什麼樂器能奏出穴耳的聲音 A.R.R.B. 把兩個AI派出去了 哪兩個? 不告訴你 Go Go Master Do 我有聲音 A.R.R.R.B. 根據資料顯示 我今天的拍檔是… AI Miu 那不是很猛嗎? 幹什麼? 不行了… 我要快點去幫小朋友 我控制不了自己 怎麼辦…不行 Mask收拾了, 一定要有耐性 有耐性… 對, 我還要等到AI Miu 那怎麼辦?有辦法 AI Alpha AI Alpha 為什麼AI Alpha沒有反應呢? 難道它壞了? 不行了 要通知Master Do 才行 原來它的電源關掉了 那我幫它開花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為甚麼 為什麼都不行呢? 難道它這些新款的AI 那些設計跟我不一樣? 啊, 不緊要 等我找我開關鍵的位置 就行了 在這裡嗎?快點走吧… 你怎麼這麼重? Masato說我由一些舊式的基建組成 所以比較笨重 那你快點走吧 要幫小朋友解決科學上的問題 是呀 好呀 AI Alpha, 為什麼你剛才懂得自己動的? 還問, 還不變身? 已經輸入指令 你答我剛才的問題就差不多了 什麼問題? 就是你剛才做什麼會自己動的 因為我剛才搞好自動開電源系統 所以我的電源就自己開啟了 行不行? 行 那快點變身吧 你還不走?快點吧 我已經用最高速走進去 那…那我不等你了, 你自己跟著就跟 我不用吃東西 A-R-Miu來了 我來吃吧 我叫你女兒 我做到了, 經常的 我去參加 你來聽你嗎? 我來聽聽你, 我去做了 你去拿遊戲機 你走出來, 我去做什麼 嗯, 那就這樣 有信息, 牠們已經找到小孩了 做得非常好 A.I.Rapia, 你在做什麼? 我在研究如何奏出粵耳的聲音 就可以幫助小孩解決問題 是呀, 其實要解答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要知道聲音是怎麼產生的 根據資料顯示 聲音就是由物體的震動而產生的 說得對, 就像我們平常聽音樂的時候 喇叭發出聲響就會有震動 你快點叫兩位A.I.和小孩 去自製一個鼓 讓他們可以感受一下 樂器發出聲響時的震動 是Master Joe 無論… Master Joe有訊息 他叫我們自製一個鼓 那要怎麼做? 我感應到Master Joe的好朋友在附近 不如找他幫忙 好 讓我檢查一下他的位置 我已經知道他的位置了, 跟我來吧 他就是Master Joe的好朋友 林老師 林老師, 你好 你好 A.I.Alpha, A.I.Mu 你們帶這麼多人來找我 是不是有什麼事? 是的, 林老師 我們想自製一個鼓 看看你可不可以幫忙 當然可以 其實做一個小鼓很簡單 用很簡單的材料就可以做到 這樣吧 不如讓我教你們做一個氣球小鼓吧 現在桌上有紙杯、扭蛋殼 氣球、鉛筆、間尺、膠紙、戒刀 還有剪刀 林Sir, 我們現在怎麼做? 首先我們要把氣球的吹氣口剪出來 剪的位置大約距離四厘米 各位小朋友, 如果要用剪刀的時候 小心剪親手 剪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開口拉開 吐到扭蛋殼上面 吐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氣球拉緊 接著我們就要把紙杯的底部剪開 作為鼓的支架 各位小朋友 如果用剪刀的時候 最好就找大人幫忙 最後我們只要把一個 吐了氣球的扭蛋殼 放在上面就完成了 不如我們馬上試試吧 沒問題, 只要你用這支圓筆 敲打的固面就可以發聲了 真的有聲音 根據資料顯示 聲音是由物體的震動而產生 所以我們敲打的鼓就會有聲音 其實要產生震動的方法有很多 敲擊只是其中一種 另外還可以有摩擦和撥動 像刮瓜和鼓增一樣 都一樣可以發聲 明白, 但是這個鼓這麼小 怎麼可以讓它大聲一點 聲音的大小是取舉於震動的幅度 不如這樣吧 你們跟我來, 讓我做個示範給你們看 好 這裡有個鼓 我現在把橡筋放在鼓上 AI Alpha 麻煩你幫我大力打鼓面 大力打? 是 AI Alpha, 你嘗試勢力一點 勢力一點嗎? 橡筋也有彈氣 但為什麼這次彈得沒那麼高 其實橡筋彈氣的高度 反映了鼓面震動的幅度 那我明白了 即是說, 個鼓震動幅度大的時候 聲音就會大聲 而震動幅度比較小 聲音就會變得小聲 所以AI Alpha 第一次打個鼓的時候 因為震動幅度較大 所以比第二次大聲 沒錯 大聲音就是和震動幅度有關 聲調呢 怎麼可以控制一樣樂器 發出不同的聲調呢 一模一樣的玻璃杯 是呀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些什麼 如果樂器多點水的話 發出的聲音就會低音一點 如果少點水的話 發出的聲音就會高音一點 你的觀察也挺好 我A、A、A、B 但大部分樂器裡面都沒有水 那豈不是發出不到高低音 但又不是, 我的結他雖然沒有水 但一樣可以發出不同的聲調 為什麼 因為聲調取決於聲音的震動頻率 震動頻率 根據資料顯示 它指物件每一秒可以震動多少次 單位就是黑 如果每一秒震動一次的話 就是頻率一刻 對, 說得對 而當你的聲調越高 即是它的震動頻率越高 聽起來聲音就越尖銳 當它的聲音頻率越低的時候 它的聲調也會越低 聽起來就會比較低層 那有什麼可以影響震動頻率呢 你想知道的話, 自己研究一下吧 我可以放在這裡 你消耗了這麼久 難怪你知道聲音的震動頻率 跟什麼有關嗎 老闆, 你不要騷擾我 我在這裡研究 不如讓我告訴你吧 其實聲音的震動頻率 跟物體的質量有關 就像當物體質量越大, 聲音震動頻率越低 所以聲調也會越低 相反, 物質質量越小 震動頻率越高, 聲調越高 就像這杯水, 最少水就會最高音 說得非常對 不如叫小朋友去找一件樂器 去了解不同聲調的發聲原味 是, 馬雪糟 有信息 馬斯德州叫我們研究一下 樂器高低聲調的發聲原理 但除了剛才的鼓子 我們就再沒有其他樂器了 讓我再教你們多做一件樂器 還可以有高低音 現在檯品上有飲管、膠紙、剪刀和鋼尺 林Sir, 你打算教我們做什麼樂器呢 我會用飲管教大家做一支牌笛 首先, 我們要將飲管剪成不同的長度 不如你們一起幫忙做吧 好 好 我已經剪好了 林Sir, 接著我們要怎樣做 好, 謝謝, 給我吧 好, 接著我們就跟進入飲管不同的長短順序排好 排好之後再用膠紙把他們固定 一個飲管排好就做好樂器了 讓我嘗嘗 原來吹飲管也可以發聲嗎? 對, 當我們向著飲管吹氣 就會令到飲管中的空氣震動產生聲音 林Sir, 為什麼飲管越短會越高音? 根據資料顯示, 飲管的長短會影響到空氣震動的頻率 會越高, 而飲管越長, 空氣震動的頻率就會越低 而空氣震動的頻率越高, 音調就會越高 所以飲管越短, 所發出來的聲音就會越高音 對, 至於真正樂器的製作當然要更精準 至於我們這支排敵, 如果要發出準確的聲調 就要調整它的長短才可以 Mass, 我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結他的弦線是用什麼來做的? 結他的弦線只要用鋼鮮或魚絲製造 你看看我手上 是魚絲, 是魚絲 是呀, 其實你彈一件物件的時候 真的會發出聲音 所以你彈魚絲的話, 應該也會發聲 但是魚絲的音量真的很小 我放在耳邊才聽到一點聲音 你不記得嗎? 其實音量的大小是跟震動的幅度有關 Mass, 做和你看我這麼大力打 也是只有一點聲音 為什麼你的結他會這麼大聲? 原因很簡單, 秘訣就在這裡 那個聲音, 有什麼特別? 因為這個聲音叫做共鳴箱 當我彈拔結他弦線的時候 弦線會因為震動而產生聲波 這個時候, 共鳴箱就會發揮作用 聲波去到共鳴箱裡 撞擊共鳴箱的牆壁 牆壁就會產生一樣的頻率震動 所以聲波每一次跟牆壁接觸 震動的幅度也會增大 經過多次的撞擊之後 音量就會自然變得很大 對, 說得對 至於我們會發出什麼聲音呢? 會視乎聲帶的鬆緊縮 呼出的氣流強度 以及我們發聲時的嘴形 那怎麼聽到不同的聲音呢? 這樣吧, 你快點送氣球給小朋友 叫他們去做個實驗, 他們就會知道 是, Master Joe Master Joe傳送了兩個氣球給我們 叫我們研究一下 為什麼人類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 那這兩個氣球有什麼用的? 讓我查一下 怎麼樣?有沒有顯示? 沒有, 等等 我已經想到一個小實驗 不如這樣吧, 你們幫忙砰漲氣球吧 林Sir, 接著怎麼樣? 怎麼樣? 系統已經有顯示了 系統顯示要吹脹氣球嘛 氣球已經吹脹了 第二個步驟應該是怎麼樣呢? 沒有顯示, 等等 不用等了 相信林Sir應該知道怎麼做的 沒錯, Chris拿著球 Lily拿著球 兩位AI你們可以向氣球大聲說話 很大聲嗎? 吃了飯了嗎? 好像不太大聲 它還沒爆發 讓我調大聲一點 不要緊 好吧 來一下 我們去吧 不要光吃 我們去吧 什麼時候 那幾首 就是我吃到 現在我們去打 海豚音 你唱得那麼難聽 沒有人想聽 不, 其實只是實驗已經完成了 Chris和Lily 剛才你們拿著氣球有什麼感覺 當AI說話的時候 我感覺到氣球有點震動 是呀, 在他們說話的時候 我也感覺到氣球是真的 根據資料顯示 聲音是會透過物質的震動而傳播 沒錯, 物質的震動會產生聲波 而聲波會透過介質傳播 那就是說, 我們說話的聲音 令到空氣這種介質震動 而空氣震動到氣球 所以你們感覺到氣球震動了 其實剛才的氣球 就很比我們耳朵裡面的耳膜 當聲波透過介質傳播到我們的耳膜 就會令到耳膜震動 所以我們就可以聽到聲音了 那我們明白了… 很開心, Master Joe 我今天學習了很多東西 你看我的Date Bass增加了多少 今天真的教了你很多東西 謝謝你, Master Joe 不如這樣吧, 你教我如何彈結他 讓我可以彈一些很動聽的音樂 給你聽 不用了, 我自彈自唱已經很滿足了 我還是自己唱得夠了 恭喜小朋友 你們今天學會了更多關於聲音的知識 希望你們繼續發掘新的問題 今天真的謝謝你們 不用客氣, 你們用心考考你們的音樂考試 我們會不會呢? 我們會的了 那我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AI Alpha 談話嗎? 我們會做魔法 不用怕, 有我A.I.Riviere在 我一定會保護你的 Master Joe, 不如你訓練我成為一個士兵 這樣我就可以幫你對抗敵人 哪裡有敵人?哪裡打仗? 是不是有人想進侵我這間工作室? Master Joe, 你自己看看吧 看他們的裝束 他們應該是來自古代的 Master Joe, 你這麼討厭 什麼討厭人真?我會人見人外? 不是, Master Joe 連古代的人都要超越時空回來 現在這裡打你, 你真的很討厭 沒理由, 我自問我代人節物都非常好 哪有人會討厭我?我還有很多好朋友 那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 系統想叫你研究一下 古代的戰爭技術 因為當中吻陷了很多科學的原理 你快點自己去研究一下 是嗎? Master Joe 有小朋友發什麼東西給我? 給我的, 快送給我聽吧 他們問為何氣味可以聞到 但看不見 根據資料顯示 因為氣味是散發在空氣當中 一些很小的分子 所以小得人類也看不到 當這些小小的分子 飛進我們的鼻子裡的時候 就會接觸到我們的臭角細胞 然後就會刺激到我們的臭角神經末哨 把訊號傳到我們大腦 所以我們就可以感覺到氣味的存在 答得很好, Master Joe 小朋友, 如果你們有問題想問我 AI Revere的話 也可以發電郵來這個電郵地址 就有機會得到解答 為什麼這麼臭?